我們繼續給大家玩一下這個新版本的不公平一塊地 我們玩一下這個飛機位置 這個位置我也是第一次玩對吧 這個是新地圖啊 剛做出來的別人做出來的對吧 我們這個飛機位置送了四個空子布 然後呢後面還有一點礦哦 哎呦這個還會送飛行兵哦 你看到沒有送了兩個飛行兵對吧 我們這個位置呢肯定要先打這個閃電核彈位置啊 跟那個老版本的那個不公平一塊地一樣 飛機位置跟閃電風暴位置是四球對吧 我們準備先打他 然後等這個飛行兵啊 你看他家裡防空這麼多 哎呦他這個位置一上來送了這麼多防空 但是我聽到他斷電了你看到沒有 他自己造了個防空炮斷電了 然後他補了個電廠廣快炸電廠 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啊 我聽到那個斷電的聲音 炸了電廠以後他沒有電 飛行兵廣快殺過來然後再用飛機炸 我還送了兩個三星的飛機看到沒有 廣快用這個飛機炸電廠打電廠 哎呦你看他不知道多補兩個電廠 你還造防空炮 他這個防空炮太多了 而且還有電線杆太耗菌了對吧 所以說呢你看他這個一下斷了電 你補電廠補不上雷啊 我一直打他電廠補不上雷 所以說他就沒了對吧 閃電風暴位置估計那個位置要先造兩三個電廠 才能出其他的東西 把他帶走了以後呢 我們過來打這個閃兵位置 這個閃兵位置呢也送了很多防空炮 還有這個管制兵對吧 但是我這個飛機過來好像沒啥用啊 你看這個防空太多了 什麼都沒炸到 這飛機全部死光了 當時呢我以為還是跟那個老版本的 那個不公平一塊地一樣啊 我這個飛機死完了他被送對吧 結果這個位置呢他不會送 他只會送三星的飛機 你看到沒有 當時我發現我的飛機為什麼這麼少呢 只有兩個三星 其他那個沒有升星的都是我自己造的 他這個地方只會送三星的 但是這個三星的送的時間比較長 你看半天再送了兩個對吧 那麼我們就不造飛機的等他送啊 你看我炸了一下他的閃兵全部投到我家 我們趕快把那個飛行兵拖到上面去防守 然後這邊呢我打掉了這個閃電風暴位置 這裡有一邊踩色礦啊 我們準備來先踩這邊踩色礦 提前把基地拖過來 然後造一點動員兵把這個門口的碉堡站了 這個是閃電風暴的位置對吧 他被我帶走了我們就站住他這塊地盤 把他的碉堡全部給他佔了 佔了以後別人要想衝進來 那門口的碉堡比較厲害 把這個碉堡全部站滿了 你看我那個飛機位啊 半天再送個四個飛機 四個三星的飛機 而且這個地方送飛行兵還是不錯的 然後你看這個小力他不要加了嗎 他直接衝到我家裡去要打我激烈 那我打到你家你怎麼辦 這個小力他啥回事不想贏啊 自殺性的襲擊完了他直接跟我換家 那麼我們衝進來撿他的箱子 把他的箱子給他撿了吃那個一星 然後打他的基地 他直接把我基地幹掉了 這下完了我沒有維修場 我造不了基地 但是你打掉我的基地你自己也沒的啊 你看這些路人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對吧 反正他們就是這樣 自己家也不要也不想贏啊 這你要去打我也不是這樣打的啊 你不要加 你跟我互相傷害 你打掉我的基地我直接把你帶走 但是我沒有基地的啊 而且呢我現在連維修場都沒有 這下不好整啊 這下只能推回來啊 沒有基地的不著急 我們這個地方會送飛機啊 你看都是三星的飛機 三星的飛機呢先走過來炸他的船艙 因為這個平台位置 他好像要造海軍打我啊 我們先把他船艙炸了 然後那個小紅呢 他是超時空位置啊 我看到小紅造了很多自爆卡車 那小紅應該不會打我 小紅要跟下面的人打對吧 我們先把這個大兵解決掉 哦呦你看他這個地方碉堡太多了 不行 這碉堡太多了 衝過去坦克會容易死啊 然後他又把這個閃兵呢投到我家 你看他們想打我的牛 趕快用飛行兵防守啊 我們這個飛行兵可以守住 守住他的閃兵啊 把他閃兵全部打掉 然後這個飛機呢有八架了 你看這個三星的飛機啊送的比較慢 送的比較慢呢就容易脫節奏啊 然後我們兵分兩路 準備炸他的基地 直接一個走上面一個走下面 對吧 直接炸掉他的基地 哎把他基地炸掉 但是我的飛機全部死掉了 這個沒有辦法 他家防空太多了 而且這個不像那個老版本的 有那個鐵木飛機啊 這個沒有鐵木飛機 炸了他的基地 我的飛機肯定回不來 然後我們這個你看你防空還敢過來 直接吃掉你防空 然後飛行兵呢 廣塊拆他的船長 你看他出了一個神盾對吧 但是沒有用 我是身心的飛行兵 哎打掉你的船長 再秒掉你的神盾 這樣呢 他就沒有海軍了 他也沒有衛星 他也招不了基地 對吧 我們就可以退回來啊 我們家裡可以送這個飛機 跟這個飛行兵嘛 但是這個飛機刷的太慢了 你看才刷了兩個對吧 半天才刷了兩個 先用這兩個飛機過來 炸下他的管子兵 炸掉管子兵 我們的飛行兵就可以過來 他想打我的牛車對吧 先把管子兵給他點掉 點掉他的管子兵 這樣我們就可以吃下面的彩色況了 這個時候沒有基地沒關係 反正呢 我們也沒多少錢對吧 把這個錢呢 全部留著招坦克 然後這邊 我有這個刷兵位置 把那個超速攻位置帶走了 那麼現在呢 就打成一個三國局面啊 但是這個三國局面呢 大家都沒基地 粉色沒基地 我也沒基地 那個刷兵位置呢 他也沒有基地啊 但是他那個位置會一直送兵 你看 他那個位置到了後面呢 都是送那個高科技兵種啊 什麼光靈坦克呀 都是升一星的光靈坦克 還有基諾夫啊 還會送那個航空母艦對吧 所以說我這個位置呢 你看他這麼多光靈 我想去打他呢 但是我想一想好像打不贏 他那個光靈呢 升了好多三星的 你看到沒有 所以說還是退飛雷 然後粉色呢 他被我炸的重工以後 他現在什麼都造不了了 他也不要加強行衝過來 打我的飛行兵 然後我這個重工呢 哎呦他強行關我的重工 當時沒造個漏人搶修啊 但是我感覺搶修也來不及 他的飛行兵太多了對吧 直接把我重工給換掉了 其實呢 我要不要基地都沒關係啊 因為呢 我們沒錢 我就算有基地呢 我估計也什麼都造不出來 有基地重工呢 沒多少錢啊 反正我們這個位置呢 可以送飛行兵跟飛機啊 這個錢呢 全部留著去照油理對吧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飛行兵防守 這個粉色呢 基本上守不住了啊 他什麼都造不了 他被我飛機炸死了 炸掉基地 炸掉重工 什麼都造不了 然後呢 那個刷兵位置就去打他了 對吧 刷兵位置有光靈坦克 他那個光靈坦克呢 可以遠程打擊 那光靈坦克遠程打擊 可以破他的碉堡對吧 你來打我 我們就把橋給他打斷 打斷了以後呢 不著急對吧 我們先守在家裡 等我的飛行兵數量越來越多 等我的飛機 等我的飛機刷滿了以後 我們再出雷啊 你看他的光靈坦克 可以遠程打擊 但是他的操作不行 你看 他那個操作沒操作好 哎呀 粉色直接投降了 這粉色你別投降了對吧 你一投降呢 等一下我怎麼不贏他 他有海軍了 完了這不行 這個時候呢 我感覺要翻車了 因為他有海軍了 他有基諾夫 而且呢 還有那個導彈船 還有那個航空母艦 這基諾夫都是生意心的 我只有四個防空 我四個防空打的比較慢了 等一下那個基諾夫刷了六七個 你看他又刷了兩個基諾夫 等下有六七個衝到我家 我四個防空 我估計守不住 這個時候我想一想啊 就算守住了基諾夫 估計也守不住海軍 完了 這等下到我家裡來 我就死定了 這下怎麼辦 我把橋一修 躺個衝出去也打不贏 所以說當時呢 我想了一下 只能富貴險中求對吧 我們先走過來 打掉他一個導彈船 打掉一個導彈船 你看這裡還有航空母艦 還有神盾 又刷了兩個基諾夫 你看他把基諾夫停在我家 我只有四個防空 而且我的飛行兵出門了 估計守不住 這下怎麼辦 先用飛機 炸死他的漏人 不要讓他搶修 炸死漏人 然後這邊呢先打掉一個防空炮 這個時候呢 我看到他的建築比較少 他的建築比較少 我就想跟他換家 因為我刷了四個飛機 然後只能富貴險中求 你看基諾夫衝到我家裡來的 對吧 海軍又在打我 現在過不上了 不要守家 你要去守家的話 等一下你就沒了 你看他炸我核電廠 讓他炸對吧 我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反正我還有幾個建築 你打的沒我快 然後這邊呢 飛行兵全部三星 飛機三星 先炸他的電線杆 然後飛行兵 強行換他的地寶 把他地寶一打 你看 直接沒了對吧